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人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国大叔 已经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利马Major 这个是小组赛的第一轮 老格尼对战1G双方BOO2的第二场比赛 话说今天因为比赛的现场 由于是第一个比赛日 现在在第一个比赛日 普遍都会出现比较长时间的这种 比较容易出现一些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个比赛中间延迟的时间也是比较久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老干爹的阵容 选择拿出来老11的3号位DP 中单石林剑士加1号位的熊战士 八条小鹿双酱油 这个阵容是一个前中期爆炸强的一个阵容 非常非常离谱 而1G的阵容也很有意思 他们选择是用大胜来跟中单的石林剑士兑现 然后5号位的冰女 小小是打一个4号位 大哥位的先知加3号位的剧毒 是这样的一套阵容体系 这套阵容体系最后一首剧毒 其实拿出来一定程度是为了限制熊战士的 有些观众可能会说 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 熊战士它有一个很强的 状态抗性 开大招以后 它这个状态抗性很高 然后剧毒数字的这些减速什么的 岂不是很快就没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因为剧毒它的减速主要是靠被动 然后它胀气的那个 那个是一个爆发性的减速 一般是前期的游走击杀用 它的常驻战场减速 其实靠的是被动 而那个东西 是无限的在往你身上蓄 所以熊战士打剧毒数字真的很难受 真的非常难受 它也不像是打亚龙 我爆发一波 如果能给你秒了 我就秒了 秒不掉 那就打不过了 那就彻底打不过了 打剧毒的话 真的是就只要它有蛇伴的位置 这个熊战士都是举步为坚 非常非常难打 国女和先知的强势点在哪都能打大哥 第一是因为现在常规的大哥位太弱 过于弱了 第二个是这两个英雄刷钱都很快 第三个是因为刷钱快 所以成型很快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辆比赛 双方的实战发挥 从阵容上来讲 这场比赛的阵容 我个人感觉老干爹 应该会打得比上一场比赛 稍微舒服一点 稍微舒服一点 EG的这个大哥位先知的发挥空间 其实我不是特别看好 讲道理的话 可是他们的中单大胜和大哥位的先知 这个发挥空间 我个人都不是特别的看好 但是这场比赛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如果EG Vasper他的剧毒术是在游戏前期打的比较顺的话 当然这个前期一定是很顺的话 那么除了团队装 你让他做出来了这个扬刀和推推这两个道具 老干爹就会很难打了 因为这两个对这两个道具 对于剧毒来说 他就完全有资格 我一直站在后边不上去了 然后呢 我抓机会用推推加扬刀来做一个限制 不做跳刀啊 注意一下 不做跳刀 就做推推 做推推 用来去打发条 打对方的穿战甲 打熊战士 都是很好的一个装备 这边抢服 漂亮 这样的话 是墨炎在这里抢到了一个身符 老干爹直接三符开绝 老十一那边是拿到了上路的身符 对方呢 只有一个身符 是小小这边空到了一个 差一点点 让老干爹拿到一个四符啊 其实 PP夜演的这个阵容 怎么去处理 这场比赛 反正我觉得 EG这个阵容打的会不那么舒服 输赢哥一边 但是至少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很多东西是EG不太好处理的 这场比赛 尤其是要看这个剧毒术是肥不肥 如果剧毒不肥的话 这个打起来会非常的难受 如果大胜打出来了被动 这样的话墨炎的血线可能会遭中一波 虎刀的话呢 也会有点难受啊 得给一棒子 然后假装给一个大棒子敲一下 中路的血量和兑现 无疑肯定是大胜要占优一点 大胜这边带毒球了吗 没有 他没有买毒球 那还好 没有买毒球就还好 虽然说毒球这个东西用来打进战英雄 效果一般嘛 这个小鸡 这个小鸡的移速很快啊 冰女的移速不够快 没有追上 熊战人在下路 这边追上 看一下小小揪一棵树 转身 开始去输出这个小鹿 小鹿这边一击加的是一个回血 所以在堆线方面 这种对于小鹿的威胁不是很大 兵线勾回来以后 从兵线的这个勾兵和兵线位置来看的话 目前老干爹在下路的兵线控制还是比较舒服的 看来这里三层 然后这里直接一个戳 拉远距离 这里大胜假装在给棒子 假装在给棒子 莫言也是在赌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位置的话 大胜的堆线就会非常舒服了 兵线的数量多 然后这个时候大胜是不管你一套的 大胜就追着你 这边大胜 这个地方还让大胜走过来吗 这个地方其实莫言一直是在骗 他这个位置是在骗对手 让对方追自己过来去攒四层buff 来干扰他的补刀 但是这个大胜并没有上当 这大胜就他的是把自己这个塔几个塔刀给他补了 我就不A你 我就差点一下我就不A你 有心思啊 这个真的是有心思啊 虽然就是在普通的一个游戏理解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会觉得刚才那个位置那么完美的一个攒四层buff的机会 这里扔过来熊战士 仗器给上 小脚呢 现在是二级 扔数加上这个一个投掷 并没有山崩 所以这一波想完成击杀还是有点困难 我现在很好奇 Wespierre这场比赛想做的什么加点 打熊战士的话 正常情况来说 应该还是要去做这个蛇伴的 就是加点里面要把蛇伴的这个等级提前补起来 而且小鹿这个英雄也并不擅长去拆蛇伴 小鹿打蛇伴挺吃力的 现在大胜在中路呢 已经是15-7的正反补了 而墨园的这个穿战士现在就10-2 对线7这场比赛被打的爆成这样 属实是我没想到的 这个冰女对于整个队伍的一个影响 还是有点过于明显 但是冰女现在没有加光环呢 就还没有光环的情况 就被打爆了 这一会冰女的光环起来的话 这怎么打呀 刚刚这里吃一个芒果 然后再回头一个戳 大胜身上目前身上还是没有毒球 这波如果有毒球的话 墨园可能会被打得非常惨 就是他攒出来这四层棒子的时间 会再早几秒 早1-2秒 然后这个时候大胜再追的话 墨园可能还要再往回 再早放一波技能 这个对线差距拉到这么开 确实我没有想到 这个是超过我的游戏理解的 这里追着一顿 有框吗 现在先追应该是没有框 他现在这个等级应该是还没有框 两级的招数人留了一个技能点啊 这么早就开始留点了 这个先制也是非常的机智 DP手里面现在带着补刀斧 这个习惯非常好 发条没有带补刀斧 发条也要买补刀斧 这里小小一个山东 这个头只被对方吹回去了 漂亮啊外队 外队这不是太秀了 直接利用销售的一个吹 把对方的人给吹回去 然后导致这一个头只是扔到了兵身上 这个操作还是很秀的 三号围的剧毒现在是20-5 熊战士在下路 其实发育还行 19-2 并不算特别的吃亏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要杀的话 杀这个发条好杀 发条身上并没有补刀斧 两个人的距离一旦拉开了以后 先制这边加上一个发源 去杀这个发条会很好杀 冰女给上一个劳瓦减速 然后呢 再给上一个框 框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先制的DP应该是会过来去帮他去开一家树 利用他开树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再给上一个冰封进制 刚说完这边被反杀了 这说了半天被反杀了 这可真是太秀了 然后这个先制拉小鸡 这个拉的非常nice 这个往前一个框 判断了一下对手逃生的位置 并没有框住那也就果断的回撤 吹了半天 结果让老干爹拿了个一血也行 这波也可以 感谢阿祝老板的情书 小花灯牌和牛蛙 谢谢老板支持 感谢随机行音的棉花糖 游戏时间5分14 5分40秒多一点 然后呢 人头数方面 老干爹是拿到了一血 1比0暂时领先 降个位的补刀来看到 小小现在钻着4个反捕 这个数量还是比较高的 对方的小鹿现在是3个反捕 发条2个反捕 正部方面的话呢 发条8个 小鹿6个 这个正部也不少 这里有机会杀 机会杀 先知这个位置招出数人 帮自己分摊一下 但是应该还是跑步掉 框了一下自己 这个位置发条继续贴身 nice 兵女去帮了一波控服 结果自己的队友被击杀掉了 那大圣和小小两个人包过来 在野区抓住了一个外队 兵女过来给上一发冰空禁制 让大家一个挪啊 不过并没有继续往前追 先知这里拿自己的树人过来 复活时间还有3秒 其实兵女应该是想要过去拖一拖 复活时间的 这个落地还行 棒子打出来了 穿上甲这边直接开车 这个位置对方会有时间能放技能的 要小心一下自己的站位 大圣这块再调整自己的走位 准备一个大棒子打一拳 转头来不及了 nice 大圣这个走位其实有一点点的问题 而且他有点拖大了 他那棒子应该早点给 他的想法都可以理解 他想把对方拉成一条直线 从兵线到 到这个英雄拉成一条直线 然后给棒子回血 但是他拉到河道 其实穿上甲更开心一点 因为你拉到那个位置的话 你是穿上甲的这个车 可以让你抬不住手 他说棒子被小鹿驱散了 棒子被小鹿驱散了 好吧 那个细节我没注意到 我的我的我的 棒子被驱散了 我没注意到 没注意看 我光看他的走位了 没看他头上的那个标 我的忽略了个细节 巨头树是拿自己的蛇帮 在追小鹿 但是小鹿有一个加血的话 这种持续掉血 和持续加血去相比的话 伤害还是低了点 现在从整个的一个 团队经济来看 看看小小这块 一个投掷接上 然后大棒子敲出来 但是这里拍完地板以后 有点结实啊 墨园 这里至少还差三棒子的伤害 应该是打不死了 就是开车 哎呦 这一下 没出格挡 运气有点差 我感觉这点应该是没出格挡 出了格挡 应该能顶住这一下子 平A从之前的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刚才他身上没有那个什么了 没有那个 甲盾冲击的一个减伤了 DP在上路直接开大 单杀掉对手的一个兵女 先知这个位置继续去追老十一 其实没有意义 光靠他一个人的输出不够 大胜正在往上路转移 但是穿山甲也来了 穿山甲的大招 刚才并没有进CD啊 看看大胜过来 一棒子 两棒子 穿山甲直接给上一个戳 吸血给上 穿山甲开车准备 直接一棒子打断 然后第二时间再开车 往上追 冰女支援过来以后 先冰住这个DP 穿山甲这块拍地板 骑上边躲一下 但还是被一个戳跟上去戳死 再一个TP 哇 葫芦娃救爷爷啊 这是 看一下这里冰一下 然后脏气给上 还好啊 这不是葫芦娃来的够多 而且之前大娃和二娃 并没有被妖怪抓起来 三娃就是直接杀 赶到了 那还行 看一下这里 照明火箭给上去 不过继续往前追的话 好像这个位置 已经拉开了 距离拉远了一点点 先知过来 然后呢 招出来自己的树人 小鹿一直在旁边 努力的给奶 看看伤害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又奶回来了 一点点 没机会了 先知这边手里边 没有大招提前放啊 如果有个大招提前放 弹过来的话 肯定是可以完成击杀 这样老十一的经济 再一次来到了 全场第一 4100块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对了 因为从两边阵容的角度来说的话 老干爹在前中期 应该是有绝对的优势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如果前中期 不能打出来绝对的优势的话 只能说明 就是实力上 确实有差距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实战的发挥 不够好 发条小鹿 DP 穿战甲 加巡战士 这个阵容 是肯定要在前中期 拉开差距的 而且能够越早上高 越早追着对方打 越好 它是一个追着对方锤的阵容 不是一个 跟对方拖后期的阵容 穿战甲这块开车 开起来了 冰女的冰空金只 并没有第一时间能够给到 这样了 穿战甲至少可以装他三下 回来再装一下 冰女在这个位置 临死之间 给了小鹿一个技能 不过小鹿这块 还好 先知大招弹过来 给力波输出 扔过一树桩子 再接一个平衡AP 这波是小鹿临死之前 还杀掉对方一个小鸡 大圣空了一个隐身符 然后在这边找人 看看先知 有没有机会能飞啊 先知有神动吗 现在有 这里框一下 巨毒大招开出来了 大圣大招开出来 穿山甲能走出去吗 没有技能 完了 出不去了 直接带走 发条这个地方过来 想掩护一下 也没有能够成功 再一次被带走一个 先知美滋滋的一张TP回去 而且先知是TP回去了 他还可以再传送回来 跟你打 先知里边状态已经补满了 看看要不要打 小小这里吃魔伴 一个投掷 先知开传送 传过来以后的这个位置 传得好像有点烂 但是小小还有一发三崩 那再接着往前追 给一个大棒子 一个狂 结住 招数人 漂亮 这一波打赢了 但是呢 打赢 虽然打赢了 但是团队经纪没有拉近 因为下路熊战是在狂暴刷 西罗已经把他的经纪 刷到了全场第二 尽管对方在上路 完成了一个完美团 人都数双方追平 来到了7比7 但是团队经纪方面 下路的熊战是 补足了上路团队的 亏损的部分 团队的经纪 还是可以接受 这里一棒子敲上去 这里发条 勾过来 框柱 然后Wesper的这个剧毒 束手完了 剧毒这场比赛尴尬了 他的这个剧毒 他的这个剧毒这么打的话 就有点要没的意思了 他先出了一个灵梦 这个东西没问题 但是他的经济线有点差 小小这里投资 一直绕比赛 确实有失随准啊 有失随准 跟BC两个南美霸主 比赛当中出现这么多失误 这个确实有点不太应该 让熊战士的经纪 现在追到了全场第一 已经返超了 因为狂战斧应该出来了吧 我看一下 还差一点点 还差200块钱 他身上是夹腿 补刀斧 鞋垫 三个芒果 两个树枝 一个小魔伴 乱七八糟的装备 出的比较多 一般来说 熊战士的经纪 在五千八左右 可以拿到自己的狂战斧 就如果是裸狂战的 就五千八左右出 他这张比赛 基础装做的多了一点 到六千二 十三分钟狂战斧 加假腿 这个狂战速度 其实算很不错了 因为前期的对线是 打的很难受的 那时候EG明显 不如T和液体 对啊 所以我说 现在他们大概是 和东欧赛区的战队 实力差不多 跟西欧赛区的强队 还是没法比 大胜这场比赛 这个英雄拿着 看看这个大胜 下来 小小自己再给上一把伸帽 手里还有一个投掷 仍会来 一轮合击 直接送走 但是这个人头全都算在了 小小身上 落地的那一下 被击杀的 空中队友给了伤害 这场比赛剧毒 目前只有5400 而且他没有做团队装 那他的酱油味 这两个酱油 都不是出团队装的酱油 老干爹这边 老十一 他的DP肯定是出团队装的 那可以推起来了 看看老干爹这场比赛的 推进节奏怎么样吧 14分成4000的团队经济优势 这个绝对是可以推起来了 DP现在只要有大 就可以随便拔对方的 二塔都不是一塔 二塔都可以随便拔 只要他这边有威势静甲 有梅肯 就可以随便拔 打肉身也可以 打肉身也可以 打那个 看看啊 这个位置这一波的团战 熊战士也出山第一波 你抓到先知 直接秒一个 可以 然后再抓对方的一个兵女 EG这波团要接的话 你赶过来 你就来一个死一个 直接白给 排队白给 这个是 回去打肉身 老干爹这场比赛 这个节奏就很舒服了 现在是老干爹的绝对强势期 熊战士不需要来参团 四打五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对方现在这个剧毒术 基本等于没好 先知 大概等于半个 然后大胜等于0.35了 也就这样 老干爹这四个人 跑去熊战的 这四个人的战斗力 应该是 极强的一个状态 诶 然后半条这个勾没有中 这个时候 DP没有大 去入侵野区 压制野区就行 熊战是远端刷 剩下哥几个直接入侵野区 这边看看小小救一下 兵女直接树林药大 那么把对方位置逼退 老干爹这个时候有点着急 老干爹这波操作 其实有点着急了 可以稍微等一等 稍微等一等 就等个一分钟左右 小路这个地方 旁边有一个发条 那么也杀不了 老十一这边 对就压他野区 他如果只是先知 一个人在编路刷钱的话 这个并不可怕 因为先知 他的经济如果不是碾压 这个英雄并不厉害 这边发现了一个DP的小鸡 这个DP的小鸡 身上带着一个斧子 这个斧子还好 只是一个散架问题不大 他说现在大胜还能打四号位吗 现在大胜这个英雄很弱 很弱 他打几号位 现在我都不推荐 他这个非常弱 弹个小友 这里给上一发山坡 拖时间 然后先知 复灵锁第一波 有效果没有 这里框一下 对方直接推推 起手 然后呢 穿战甲开车 往上冰女 扛了一波以后 再撞一下 可以带走 有意思的是 EG确实敢接这个团 EG敢接团 是我没想到的 这个时候接团的话 接一次白给一次 稳稳的接一次 白给一次 直接抱团推二塔 DP直接开大 抱团推二塔 不要拖时间 不需要穿战甲的大 这个时候真的 不需要穿战甲的大 对方的爆发远远不够 DP的这个大招浪费了吗 别呀 别让大招这么空着呀 然后等一个石林剑 是大 也可以吧 球本也没有问题 熊战是 现在不需要参团 还是说老干爹 仍然选择要等一下 熊战的挑刀BKB 两件套都有了 然后再加上 穿战甲的大招 然后再去打 也行 也行 但是压制要做 不要跟对方变成一个对刷 对刷就不行了 要做压制的 现在等于他们压不住 因为对方先知和大胜 这两个英雄的带线速度太快了 机动性太好 带线太快了 这个时候的压制并不好做 直接抱团正面推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且目前是绝对优势 发条的这个勾 这个勾 发条的这个勾 又浪费了 一分钟没有勾 大胜已经在下路带线 待了很长时间了 先知再刷猿无影 剧毒再用蛇伴中路拖时间 老干爹直接抱团去推上路 这个上路这个不用交大 DP这个别交 这个大招可以不用交的 中路穿战甲这里 找到机会 转车转一个向 然后再加一个车 秒掉 nice 也可以 老干爹反正就是技能 不省技能全交了 我找 达到目的就行 找达到目的就行 小小这边给上一个投掷 但是呢 所有的控制技能都已经交过了 所以留不住西路 回防方面来看的话 EG在抓机会和回防能力 从他们的这个回防啊 就刚才EG这一波的中路下路和上路的三路同时的一个动作能看得出来 目前EG整个队内的沟通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明显是没有侧重点了 中路自己的队友被对方的穿战甲开大留住 上路的熊战落单被小小留住的这个时间 其实EG应该是打一个同步的 就是强队一定会在这个时间打一个同步 当然这里还冰女摇大 结果被对方秒沉默 再加一个戳 秒掉 你看现在EG整个队伍打的是没有同步的 刚比赛这么大的话 人家大概率是赢了 这块呢 眼插一波 把对方的蛇蚌稍微清理一下 然后这里又控到了一把欧树神符 好东西 欧树选那是给到穿战甲 也可以 这块小小一个山崩掩护了一下自己的先知回撤 然后自己在绕树林后面 也是一个非常机警的TP 这波没抓到 然后先知直接传送到上路 继续去带线牵制 双方的团队经济叉还是在稳步的拉大 清剑叉经济叉都是在稳步的拉大 这块大胜能单杀掉发条吗 可以 完成了一个单杀 完成这个单杀以后 老干爹的DP大招 因为还带CD啊 所以 现在对于中路的这个二塔推进可能要再晚一点 最多数已经有推推了 它的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风杖和A杖 这是一个在前面卖的剧毒 就是我在前面顶着 然后你的人冲上来我就开大 开完大以后风杖吹自己 吹起来落地 一个推推再找办法 想办法开溜 如果能溜我就溜 溜不了的话 我就落地以后给个瘡器 像这里 小小给上一把山崩一个头 这穿人甲开车 对手推推救一下 小小这个地方肯定跑是跑不了的 这个位置想跑是跑不了的 有魔精以后 如果穿人甲在抓单人的这个能力上面是很强的 虚空的英雄还能上场 虚空的英雄可以 看看这个发挑的够 nice 直接带走对方的先知 所以就这个 我总是觉得这些职业战队的先知用的 就很多时候他们这个先知用的 呃就有点缺少智慧 就是你明明知道对方线 所有的人都压在自己家的野区 你来这种地方断线呀 对吧 你来这种地方断线呀 你你飞过来 再说那边招一批树人 兵线过来扔个不灵锁啊 我就跑 对吧 你提前飞过点 你别等着说我这个飞过去以后没cd回来 提前飞 这个cd只有20秒 你不要还在那种 就是普通英雄刷钱的位置去刷 你能够去飞到地图上任何一个位置 不需要支点 不需要视野 然后你还像一个普通英雄那样去刷钱 那你这个英雄选出来他没用啊 你看大圣也是 你老是跑到这种兵线交汇处去刷钱 断兵线这个事对于就是被断兵线这个事对于优势的一方其实特别土豆 冰女被对方直接开悟一波抓死 抓死以后去读看一看 嗯 还是准备过来去推下路 团队的经济差呢 拉开到了9000家 你看这种位置的兵线对吧 你先知过来把这波兵线一清 剧毒在这插两个蛇瓣 这下路他一分钟守住了 我不夸张吧 一分钟之内绝对守住了 因为你下一波下路的兵线走过来还得需要好长时间呢 都不说你副就是刷下一波兵的那30秒 就算是马上刷一波兵走到这个地方 他的时间也很长 然后这个先知你看他还在这种兵线交汇处 嗯 就是 缺少缺少 缺少一些灵活的战术思路 他说什么时候应该断兵线 断兵线什么时候都能断 劣势局的时候 尤其是对方压在自己家野区办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断兵线的收益是最高的 这个就能你看这个先知的这个刷钱的位置 你看这种刷钱的位置 而且就是从 呃 职业局或者高端的比赛里边也经常会出现蹲这个兵线的情况 我故意蹲在这个兵线位置等着你过来清 你一过来清兵线我这帮人就上去动手 看看这个开悟开悟的这个绕呃 呃 老干年已经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压制把团队的经济啊 优势拉开到了1万1 肉山的刷新时间还有17秒 是要过来以后杀个对方一只小鸡 小鸡上面带的是眼 那这样啊 短时间内这个视野可能会出点问题 推推直接开溜 然后绕树连想要卡视野 这个地方往回绕一下 想让对方把自己撞了一下 并没有成功被击杀掉了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照兵火箭 看到了兵女先知回到了上路去 清理已经推到塔下的这个兵线 再去打一点钱 从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现在的这个个人经济 先知只有14200被熊战士碾压的一个状态 大概剩12000的经济 不过老干爹这个就这一波吧 这一波老干爹还想要去结束掉比赛的 因为如果这一波结束不了比赛 这个比赛会变得比较难打 就要小小给上技能 但是并没有接到图治啊 大胜的大招放出来以后 兵力已经被秒了 熊战转身两巴掌 带坐你的小小 大胜开始大招 开始BKB在自己的大招里面 被对方直接集火送走 老干爹赢了 老干爹赢了 这波打完以后 肯定是直接上高去了 然后你看这个先知在干什么 这个先知他居然在刷野 对方在打盾 他居然在刷野 下路的兵线都到这了 他甚至没有想过给对方下路二排一点压力 现在能看得出来整只队伍现在没有沟通了 没有沟通了 这个打不赢了已经 没有沟通的队伍是打不赢比赛的 路人局靠实力 比赛局一定是靠沟通的 这个不是内讧 不是说没有沟通 就有内讧 不是内讧 他只是说整个队伍都被打自闭了 然后没有人想说话了 看看这里 熊战士在对方打一波 但是伤害远远不够 根本不够 这块不灵锁动两个 DP离得比较远 穿战甲已经到位了 开车开起来 这块剧毒给一个大 直接堵死小路吗 没堵死 这小路奶回来了 刚刚穿战甲过来 留着对方的兵女 准备上来 一巴掌直接送走 不巧这一巴掌打了三只一的血 这场比赛接下来就随便打了 随便打就行 就赢了 也不需要什么技巧 也不需要什么操作 就纯纯的精力碾压过也就完了 28分钟两万精力 他这个时候就处于一个基本上换我上头的一个比赛了 就只要搁几个技能拳 DP开始大招往前一顶 等一个穿战甲的大招CD赚好 熊战甲上完 一个勾勾唱 然后直接秒吗 这个推推推出去了 熊战甲再往前追 小小一个投掷救一下 把他救下来了 但是自己要被对方完成了击杀 可以 大胜的大招是把后排都断了 但是先知被老十一直接给上一发天堂 A不出来 熊战士利用自己的狂战斧 建设死了对方的兵女 打完了以后再继续追 大胜开启BKB 开始跟对方对A 但是A谁都不掉起 穿战甲说 一个车直接戳死你的先知 小小选择了买乎 兵女选择了买乎 元机放大 但是穿战甲的车已经过来了 直接带走 第一下没打死 来那么兵女回到了自己家泉水里面 再泡个温泉 下路的高地 那么这波高破 打完了以后 EG居然还在坚持啊 职业比赛现在 反正以我现在对于 要看了正常时间的职业比赛也好 天梯的顶分局也好 给我下了整体的感觉 就是谁选大胜谁输 大胜的英雄现在 就是弱得离谱 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 很多观众经常私信 我想让我做这个大胜的第一视角教程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做 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大胜这个英雄现在他不是 就是如果我教你用大胜 我就是在害你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英雄真的很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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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不像有一些英雄 他原本很弱 但是开发出来以后 某一个打法和私募以后 他很厉害可以上了 现在的大胜就是 他的出装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开发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他就是很弱 这里也大胜这个位置大招 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交的一个机会 其实站在树上还在找机会 大家说大胜和PA哪个更弱 大胜更弱一点 其实是 看看这里推推 这个推推推了一下熊战士 熊战士转头 两下穿人家这个挑刀挑的nice 撞到两个后排 然后再撞一下墙回来 甚至这个剧毒室连大招都没有机会开 大胜突然间想明白了 跑到后面去断了一波兵线 但是对方带了一波兵线上来的 先知在上路刷钱 大胜在争路刷钱 然后打出了GP 这样的话恭喜老坦爹 搬回一局 两支战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战成了1比1平 好了 那么我们稍置休息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液体的比赛 液体的比赛 那么液体因为是在B组 老干爹在A组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把所有 老干爹和液体的比赛都给他跟了 那Liquid待会儿的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呢 是来自于东欧赛区的HR战队 HR战队其实现在的实力也还行 也还行 好了 我是藏武大叔 咱们稍置休息 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